我在几天前看到一部纪录片 在这部150分钟的片子里 纪录片的导演找到许多小孩 他们分别出生在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家庭里 导演跟拍了他们快有50年 为的是想证明 社会阶层的鸿沟是否到下一代仍然很难超越呢 若是可以被下一代超越理由是什么 若是不能理由又可能是什么 50年后答案揭晓 导演发现这鸿沟果然很难超越 不同阶层的孩子到长大后多半还是留在原地 特别让人留意的是 影片中那些低阶层家庭的孩子 其中有不少人天赋绝佳工作拼命 但是他们却显出一个相似的问题 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出 这50年来有许多的机会与他们不断擦身而过 他们却没有把握到一个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眼光 许多在低阶层生长的孩子 从小到大 周遭很难遇到有志有谋的长辈指引他们 让他们学会对人生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定义前进的方向 能够认出所需要的机会 正确规划自己生活的目标 于是就在人生的某个分叉口上 那缺乏眼光的孩子因为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从此只好一直停留在原本的阶层 不过影片中也有这样的孩子跨越了鸿沟 因为他们很幸运 很早就遇到了重要的人生启蒙者 扩展了他们的眼光 努力发展能力与见识 而不是一昧地沉浸在自己旧有的环境里面 所以他们最后做到了 这让我想到神也早就应许 不论哪个阶层的人 若想要活得对活得好 神已经预备了一位人人能亲近又可靠的好导师 在诗篇十九篇第八节就说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 看神要给你新的眼光 能怎样灵力跨越人生的鸿沟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atgmail.com 52mtalkat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